我們看現在民進黨傳出有意在北市的中正萬華區徵召寧參選 你自己個人有意願嗎 我在前天也有發表一個公開的聲明 就是減述了一下被詢問的過程 那我的態度始終如一 就是他們派我去哪我就去哪 去金門也OK喔 那現在有傳出說有為家鄉的孩子 就是都接受任何的安排 那想請教一下你怎麼看 在傳出說你要選中任萬華區徵召寧 柳洋人是說那不如找在地的豬肉西施 柳洋人是有國居民跟立委是表示說 那這樣子趕快找啦啦跟女神的影像來推薦 還有人說我是牛鬼蛇神不是嗎 都接受啊都接受 你有人問說是不是應該找一些在地方深耕比較久的 這個旅行候選人 你覺得你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種在深耕地方的方式 我想決定權都不在我們手上 這個問題應該是要問給有決定權的人物才對 我看說因為民進黨認為 吳沛伊跟柳洋人他們都落後了兩位屬的無料 然後所以才徵召 那還有就是國民 有人叫國民黨徵召 你現在被證明嗎 民調的數字因為我也沒有看過 所以不方便評論 那北部委居住不要把你做什麼問題 我真的接受一切的安排 我不是要故意學侯友宜講話的態度 但是我真的接受一切的安排 那北部委居住會不會覺得很委屈 我真的不覺得有任何的委屈 完全不覺得有任何的委屈 沒有什麼好委屈的啊 因為我跟吳沛伊 吳沛伊說有草房的這樣的委屈 草房哪一個名字 他有幾間房 他要不要想一下他有幾間房 他的家人有幾間房 有沒有超過兩間 現在一般民眾認為超過兩間就囤房 我看說國民黨要 對於有交國民黨勾起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各自最好的安排 你這邊有跟吳沛伊議員有聯絡上嗎 怎麼看他說 希望黨中央可以用民調來 聯絡 因為我想私底下的聯絡並不是那麼適合的公開於眾 這個要尊重對方的意願 那怎麼看說綠營內部對於這些事情都會有些雜音 自己要怎麼說服他們 這個不只是在綠營啊 在哪一個陣營都會有一樣的情況啊 也會有說自己真的很想沙包被打 對啊 我 我現在也只能笑笑的被打嘛 當然像個沙包啊 未來如果真的有機會當上候選人 我想競選小屋可以出個小沙包 我判除了我們最後一題喔 小心沒有把握時間 我們看說賴清德跟潘孟漫被任務說要找林來對付民憲 對付民憲 畢竟我目前也還不是民進黨黨員 對派系不是那麼的了解 好 謝謝 我們沒有我們時間 就是都接受任何的安排 那你自己有屬意比較希望在哪邊參選 我覺得如果初中的立場是幫忙 被派去哪就去哪 還有人再跟你堅強 可以接到這邊 再出去的事 嗯 這個就如前天自己的公開聲明所述 那你怎麼看往事件說 就是如果要拍刺客引戰的話 可能要有震盪性 不然的話又可能會刺到自己 會不會覺得說事情都還沒有確定 包括被比喻成牛鬼蛇神 會不會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就尊重所有的聲音囉 那怎麼看說有人說 那個林肥跟徐強心戰勝量的問題 戰勝量 我的臉書粉專 前陣子被網友網軍大量攻擊 現在數級很低 我現在應該沒有資格跟人家戰勝量 謝謝 謝謝 謝謝電影 上攝馬俳宅 我們 感谢观看